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想 送一百个女孩回家 我以为我送人家回家呢 幸运女神 现在很多人拿你许愿 幸运的杨超越 请赐予我力量 但是杨超越 你刚出道 你敢在一个舞台上脱鞋 你当时怎么想的 按照一般的常理下来 像我这样的人生轨迹 我觉得应该是走不到这一步的 就是一个很小的概率 我会让他们感到有些不服气 杨超越已经不再是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演绎的偶像了 他带有一种符号性质 他可能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焦虑 以及这个时代的焦虑的解决之道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好奇的 生命中被馈赠的礼物 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就是他到底为这个成名 他付出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选择是这种 不是另外那种 我们为什么区别于其他人 可为现在的 大腿是要发力的 然后身体直起来 对 再往下 再往下 手扣腿跟什么 拿起来 对 蹲住啊 给你点力量啊 要蹲住啊 控住住 控住住 对 呼吸 不要别气 呼吸 不要急重 收呼吸 继续住 继续住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袁康月练舞的这个工作室的现场 据说这里是很多 就是火箭101的女孩们在这练舞的这样一个工作室 偷着看起来她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对 好 前的时候是这样 快往前走 快往前顶 好 往前的时候又收肚子啊 收肚子往前 收肚子往前 好 收肚子 收肚子 走 1 2 3 4 5 6 7 8 跟上节奏 2 3 4 5 6 7 8 你看你就这样 这是什么 2 2 3 4 5 6 7 8 慢了 慢了 走 1 2 1 2 3 3 3 4 5 6 7 8 拍死了 我实在不及 这个 拍子 拍子 6 7 8 2 2 3 妈妈 5 6 7 8 太快了 太快了 手臂一点力量没有 不要憋气 你不要 一直把自己憋死了 所以你一直在培训扬唱乐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他们节目结束之后 超越是一个什么大概什么水平的舞蹈的基础 老实说其实舞蹈基础并没有那么的好 手往下压 对 力量 力量感觉像你摁的一个东西 你要摁开关 你摁开关的时候是不是要摁到最底 摁到最底 然后一松它就 自己弹起来了 找那个力量 拿两块布 拿两块抹布 这个玻璃有点脏 对 然后所以手腕要用力 你手里拿着布的吗 对吧 擦干净 然后这边擦干净 然后再擦一次 再擦一次 对 现在感觉手腕一定要时间 可以吗 好 那力量你来带她练一下 我说其实她是聪明的 只是说她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她接受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的快 但是如果说 比方说我刚刚会告诉她形容一些 像打气 像一些波 对 摁开关 擦玻璃 对 那这样子她比较好容易去接受 原来是这种感觉 值得庆祝 跳中了吗 像大家的舞台 你没有 我当时想 每个时代的选秀都会有不同的特征 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些新媒体的特征 所以我觉得一些个性比较突出的选手 会被人记住 甚至会突破他们那个饭圈 会破圈的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她一下子就被我记住了 舞蹈房对弹 三 二 一 对弹 你看过你自己的那张照片吗 哪个 就是被广泛转发的 我都看腻了 我广场上全是那个照片 太可怕了 对你闪着光 还有一些小的短视频 学我 学我那个哭的那个 因为我的时间有点力 你自己后来看过吗 我看了 我打开之后我又关上了 我感觉我的耳朵需要休息 这是你成名的代价吗 是吧 我觉得 就是牺牲自己娱乐大家 你开心就是我开心 你觉得你自己是朝黑的体质吗 我 会让他们感到有些不服气 就是没有高强的武功震慑住他们 他们就觉得 我不配什么的 就可能是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着急吗 就是比如说 我急切地想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我在技术上可能更加完美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寻期渐进的吧 就你急反而就很慌乱 然后预速而不大 在见他之前 我一直认为 这样一个拥有很高流量的 同时备受争议的 然后甚至在网络上 有非常多对他是嘲笑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我觉得他出道之后一定有变化 他的变化应该是更防备 但是我见到他的那一个瞬间 我发现他没有 他没有被大家的群嘲 或者大家的过度的关注击垮 他非常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也非常清晰 应该在我面前表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带了 想起来这本书 答案书是吗 对对对 我不想知道你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你的答案 然后打开是吧 准吧 重新考虑 重新考虑 我想的是 我能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吗 他让我重新考虑 你要不要再翻一次 你要不要再翻一次 这真的很奇怪 你说杨朝月这三个字 这个名字好像就带有一股神奇的魔力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奇迹吧 我觉得 你能赶上 对 但是你看你好像就比较容易被人苛责 就是你上一个节目脱个鞋 然后就被人说 就是纳英姐姐脱鞋就是率真 但是杨朝月你刚出道 你敢在一个舞台上脱鞋 你当时怎么想的 我觉得 因为我穿的是高跟鞋 高跟鞋它又是个拖鞋 然后我就坐得比较上旁就脚降了 也没有说离开就直接扔掉那种 而且是在后台休息 我以为会拍不到嘛 然后就可能就会放松一点嘛 但这难道不是一种率真的表现吗 为什么我们要一个偶像特别完美呢 就是有一些事情不同的时间 或者说不同的人 他们角度都不一样 就好比有钱人吃路边摊就是接地气 没钱人吃路边摊就是穷 这都是你平时会想的问题 对啊就是很多事件都是啊 其实我的每一期节目都有在经过 对 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唱歌一直是卡在那里了 所以你看像最近这个卡路里 又有人说你注入灵魂的一生 是无法魔法和无法超越的 这是我的卡路里 前首歌录的时候他们都在外面笑你知道吗 笑的椅子都差了他们说我出来说 但是后面可能是那个录音师他也放弃了吧 他就说这句话你就喊出来 你想怎么喊怎么喊 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喊 然后就 你真的对这种可能对你来说是专业上的这种挑剔 或者说有的时候甚至是嘲笑 你不在意 确实不好 那也没有办法 别人说那也是正常的 这是事实啊 我觉得事实的东西呢 你没有办法辩驳 所以 11个人的团会有那种 就叽叽喳喳的 然后会有很多麻烦吗 麻烦 还好吧 没觉得有什么麻烦 还挺热闹挺好玩的 而且 在团体里面觉得会安心一点 就好比出个活动什么的 在机场的时候 人多一点走在一起都不害怕 就有气势 对 一个人的时候好可怕 就是 就是一到机场的时候 一堆人为着你拍照 然后 不敢说话 也不敢表现任何的 不开心什么的 对 要不然就是人家觉得高冷 那后面一开始我还 出门不怎么戴口罩 然后后面慢慢的我就觉得 口罩默奖戴起来可能会更有安全感一点 你手机里有什么明星的微信吗 你吗 谁 何老师 娜姐 海涛 就是快乐家族 对 我更喜欢大方老师 对啊 这就是你们的童年记忆啊 就陪着你们长大的 那这怎么毕业歌会之后 然后我们还去吃个饭 然后就感觉 我的妈呀 我在跟他们吃饭 对 那天就整个月不好了感觉 还有什么顺便是这样的 就是进了娱乐圈 哎呀我进了娱乐圈 有一次就是我看杰哥演唱会的时候 特别感慨的事情就是我想起我一个好朋友 就是发小吧 他可喜欢张杰了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我说我在听张杰的演唱会 说给你看看 然后他说我也在现场 我当时我的妈呀 我说他居然来了现场 而且我们一起看了张杰的演唱会 只不过是我是被邀请 就是张杰老师他们邀请我们去看 而他是就是说自己攒的钱去 他攒了大概一两个月的钱 我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 你当时有点感动还是什么 就有点感慨啊 就是我们都长大了 然后也是看了同一场演唱会 就是方式会不一样 嗯 你真的是很奇妙 奇妙的旅程 好了 我们到了 在二楼吗 好 我是陪着杨朝燕上通告 很多人应该很羡慕我吧 然后就被追杀 网络追杀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老天爷上饭吃的艺人吗 嗯 是吧 因为 要不然也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嘛 你坦然接受了 嗯 所以我要更牢牢地捧住老天爷赏我的这碗饭 多吃几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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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等杨超越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现在你的通告排到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 反正这下半年感觉都挺多事的 团案里的事 然后一些什么不广告拍摄啥的 就排的还挺多 你现在习惯每天接通告的生活吗 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乏 就觉得好累什么时候能睡一个透彻的觉 想去度个假什么的 但我想想这简直就是肖想 我觉得过年都可能没时间回去了 现在杨超越已经是一个顶级流量的女明星了 她必须适应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可能她刚刚开始没有太久 她是不是会在这样的时间当中 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娴熟 或者变得更加的不耐烦 或者变得更加的不耐烦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全村的希望吗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吧 我都不敢回去 我怕我 我怕我没办法上街 你知道我 我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我正想过年的时候如果我回去 我应该是偷摸着回去吧 我觉得不能告诉他们回去 我怕 然后我们家门口被堵满了 有的时候看到路边有自己的广告牌 开始有你的脸 这个是之前你生活当中 可能看到别的女明星在那的 你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 或者是幻觉 就是觉得这是真实的吗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一开始会有 后面就还好了 就吸引了她 对 一开始就会觉得 哇我的天啊 那得多少人认识我了 嗯 你现在 你不是那天还在微博上 庆祝自己200万粉丝吗 我是二次 我现在200万粉丝都没给她们 发那个福利呢 都 这么一起带托 咱们今天下午可以去抓娃娃 送一些给她们 可以 可以吧 登陆微博搜索 送100位女孩回家 参与话题讨论 我从来没来过 我从来没来过 我觉得今天绝对是95后 95后和70后的对话 你喜欢抓什么样的 我抓好看的 小猪配袭了一下 这边太顺惠了 我们怎么 这个你肯定喜欢 这个 这个可以 我要为杨超越花钱了 这可以 可以 可以 最最最得抓空 这个小羊 你觉得几次 一次吧 好厉害 真的是杨超越本尊 杨超越 杨超越真的不是盖的 我跟你讲 见到了幸运德本人 你说我跟你一起玩 我会不会也很幸运 这个肯定的呀 你回去你也等着看吧 你回去就幸运 我会发大财是吗 对呀 你买房了吗 我刚买了 那 那你 就会涨房子 嗯 过来 好运呢 好运呢 没缘了 走吧你 拜拜 哇 他有这个 你看 面膜 我还以为 这面膜 这面膜挺好用的 所以杨超越其实还是小女孩 然后到了娃娃机店之后 再跟她聊任何走心的话题 已经完全不理我了 就现在是这样子 我就是她在刷 刷卡的人 刷卡还有什么 他只为他自己眼前的这件事情 兴奋 我以为他经历了两个月的成团出道的生活之后 他会稍微有所收敛 至少学会一些话术吧 他要没有 心里没有这件事 他也没有变得事故 这是很可贵的 你怎么样 你开心吗 你觉得达到了你的放松的那个目的吗 所以今天还可以 你现在适应这样的吗 会有点尴尬或者是不舒服吗 我给你买了辣条 你要吃吗 我要吃 哪个这个 卡掉 这个绝对不能广告之后 不能 打个马 对 打个马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你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跟说 之前有经纪人说提醒说 要注意商标logo 后面我就特别注意了 好吃 就是小学的时候一般就是五毛钱买三款 然后如果你那天你能买得起一包的话 就所有人都跟在你屁股后面 搬几支王 讨好你 我没得吃我就 我就跟人家要了呗 我就说给我一点味 我跟你玩的最好 我就跟你讲 对 你真的我有一个疑问一直 你真的没有说过就是好看的这张脸的后代吗 我进这个团可能就是吧 我不是这个团 是我们以前的团 我面试的时候啥也不会 唱歌也不会 跳舞也不会 天天在那边傻乐和 然后公司还是潜了我 嗯 那之前呢 之前没有啊 那你好看你还能少洗个盘子 还是少端个碗啊啥 那不可能啊 你真的你这个逻辑 我从事的那个行业不是靠脸的 发传单 发传单 这是一个婚纱店 嗯 然后每天教你跳舞 哦 要在婚纱店不够跳舞 然后还要喊口号 嘿嘿 什么 然后完成业绩 完成不只要业绩就要吃大蒜 喝醋什么的 太可怕了 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 我是不是很容易被人洗脑的那种人 好可怕 找来做什么工作 哎 其实我是说实话我以前是真不好看 就没好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就长我这样的就能靠脸吃饭了吗 那这要求太低了 我觉得我多多少少没有人发现我优秀的灵魂吗 这么 这么 nice的性格 嗯 我发现了 还有一种感觉 就是莫名其妙的感觉 就是综合的东西 对啊综合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大家是喜欢我独特而优秀的灵魂 我真的不是要尝试你这句话 我只是觉得 你真的是可以把这句话讲得这么流畅 是真的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 有意思 性格好 不是 我们是一个很温和的节目 嗯 我们就想找不一样的灵魂 而且恰恰是 我们第二季的斯洛根就是 不一样的你很好 嗯 确实 又带着玩又带着吃 满足你小女生的一下午 我没来过这个店 你没来过 但感觉好像很香 有茉莉茶栋 玫瑰茶栋 对 可以 两个茶栋再来一个吧 榴莲千层吗 榴莲千层吗 我们要两个桌子 对 鲜宁百香果 流星知识球 对 这个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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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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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一台眼眸 这一堆人得看着我吃东西 你看那边还有一堆 太吓死了 没事 没事 这不就是你吧 好吃 你自己想过自己二十次会变成这样吗 没有 然后 你觉得如果 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 我一点都不想回到过去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你为什么有一种眼睛湿润的感觉 你为什么有一种眼睛湿润的感觉 感觉 倒号却倒了一下 你是感动的 不是 像我这种人不会随意感动的 所以你是 会在比赛中紧张的哭的人 但是你不是一个自己回到房间哭的人 我会当场难哭 我当场哭 哭完我就没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害怕 我们放松了 谢谢你们 发生的事情 要么就 选择接受 要么就是 去解决它 后悔 什么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浪费时间 没有意义 你也很难被感动 有些事情 我就会很逃避那种 别人都在那里感动 然后我就嘻嘻哈哈 我就 一直告诉自己 没什么 没什么 有什么好感动 就不希望自己陷入那种情绪当中 就希望自己一直那种 没心没肺的那种感觉 就是跟你从小的成长经历有关系 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 可以让人觉得我很强大的感觉 嗯 我今天陪伴了一个奇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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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为什么要放作家 你写的故事都是哪里来的 你写的故事都是哪里来的 因为能赚钱 你写的都是人民币啊 你现在自己对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现在对钱没什么概念 我觉得 我觉得 嗯 也不至于会差钱啊 我感觉 嗯 会有一个目标了吧 因为以前感觉 就是想买房这种事情 就是一种奢望嘛 嗯 但现在感觉好像可以看到希望了 你想在北京买房吗 我考虑的我是想在上海 因为我觉得上海离 离老家也近一点啊 所以杨诚先生 你其实挺怪的 你既有这种九五后 什么爱吃辣条啊 什么抓娃娃这种 这种特别少女的喜好 同时你内心又特别汉子 你就老想撑起一个家 对 因为 感觉其实还挺想要有一个 落脚地的那种感觉 而且也需要一个证明 因为真的 从小听到邻居家 深深家买了房 然后就是被标签为是有用的人 有出息的人 是一种象征 但是我爸爸也不是那种特别 就是说 就没有要求过我说 你一定要做一个怎么样优秀的人 像我爸之前有几年我就一直在外面 然后我爸就说 你一直在外面干嘛 就 回来上个场 这不挺好的吗 我又不要求你赚多少钱 你在家我看着也安心一点 你现在对你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至少比之前的生活好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钱可以往家寄了感觉 然后 你真的在寄钱吗 嗯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希望就是不拖累我父亲 我出去不管赚不赚得到钱 我不在家待着 然后不花他的钱 我就觉得给他就省了很多很多利益 就是那种 嗯 帮帮他很多了 然后后面能赚钱的时候 我就会想办法 钱嘛你寄回去 不管寄多少 你一直有钱往家寄 那父母就觉得 你还是有余钱往家寄的 那你肯定过得还很好 我过得很好 我可以管好我自己 对 我觉得这哪样一个95后的孩子说的话呀 这不是七几年 就是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才会有的经历吗 生活相对优越的95后 其实是很好这样想问题的 有很多关于自我的评价和认知体系 但杨超越很多时候都是非自我的 他有很多是来自于外界的 小时候我们的辣条没有吃够 我们的玩具没有买够 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要补偿 就是自我补偿 对 我小时候好多就是那种肠面锁 什么火花叮叮当当 走到哪都可想的 然后每个人小孩生出来都会有那个 但我没有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 然后长大之后就特别喜欢铃铛 有时候 所以你也不觉得委屈 自己都能争取 那有什么委屈 但是我有时候会看到我妹妹 我看到我妹妹感觉看到她第二个 你还有一个妹妹 也亲妹妹 不是亲妹妹 是我妈妈跟另外一个叔叔的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妹妹就觉得 有时候感觉看到了第二个自己 然后也希望她能长大之后也能像会一样 然后可以赚到钱 然后自己买自己想想的东西 她已经开始在思考她跟这个家庭的关系了 她自己跟爸爸过 妈妈又重新组建了家庭 我觉得那个经历一定给她带来了很多 就是同龄孩子未曾经历过的伤心 或者是一些促发她快速长大的一些东西 我看过一个你爸的房门 我觉得大家挺好的 我爸这人挺好的 对 超普世 我爸那天晚上还跟我说 我跟你说你走了之后 老有人问我 我都打电话问你们老板了 你们老板说的不能回答他们问题 他们都是坏人 然后说我当天他们采访我都没理他们 我就转过去睡觉 他还拍我 拍了个背影传上去 他那个口气超搞笑 像小孩一样 来点笑死我了 他内心肯定骄傲死了 对 他说我不理他们 这是真的是 公司跟你讲过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吗 没有啊 我们公司从来不给我定位 我觉得我本身这个人就很可爱了 大家都很喜欢我们本部中人生 人是造就不出来这么拍的杨超越 你真的对自己很满意 其实我还是挺容易自卑的 你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一个武装 对 这样子你就一直在告诉自己 你很优秀 你很棒 就是要自大一点 我觉得自大可以抵消自卑吧 我觉得 你觉得我们这一期叫什么主题啊 成名的代价 什么代价不代价的 我都没计较过什么事 这不就是你该成熟的吗 人活着哪有不累呢 那就是累的 你不成名你也累啊 你工地干活你不也累吗 善待不行 谁都累 只要是努力活着 就是想要自己过得更好 是没有人不累 没有人没付出寒水 没有人没付出寒水 嗯 嗯 这三年团 你来过的地方 嗯 你对着这个北京 你现在想对着北京说什么 嗯 很荣幸 哦 北京你很荣幸 哈哈哈哈 很荣幸这么美丽的地方 有了这么美丽的我 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个礼盒送给你 健康的ABC就是不一样 你回去再打开了 一个礼盒 然后还有辣条和零食 好 嗯 还有我们抓的这么多娃娃 然后这个你当时承诺了 你说要送给粉丝 正好200万粉丝不利友了 哈哈哈哈 天呐 哎呀 这一天 好像有很多话还没还没说 哈哈哈哈 当叔叔太累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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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他沒有很多的規範 他有他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 他構建色彩的方式 我也不認為他是幸運 他可能就是一個時代 审美 和大家焦慮的心態下的膽 他甚至有2018年的年度性 我不知道明年 還會不會出現楊朝月 這樣的人物 我 我覺得不會 這大城裡小小的你 會留下的記憶 這大城裡不安的你有過的每次呼吸 這小世界